每天10分钟 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 星期三 我是董小姐 先来看一条政策上的新闻 在中国政府网 今天的网站上是发了一条 是说国务院层面 再次开了一个 促进这个中小企业发展的 一个领导小组的会议 像类似这样的新闻 大家看完了之后 可能会觉得 好像每天都有啊 为什么要去看这种新闻 首先我们说 所有的这个 现在在看很多这种财经新闻 还有看很多投资新闻的时候 其实新闻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新闻 所透露出来的这个脉络 究竟是什么 这个脉络在某几个月里面 或者是某几年里面 它其实整个脉络 就是那么几条 不会多脉络只有几条 但是每天可能你看到的 这个新闻是上百条的新闻 如果说这个新闻 本身透露出来这个脉络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动作的话 那么这个才是 真正有价值的新闻 像今天这个新闻是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沿着这条脉络 继续再往前推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当下最重要最重要的 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保住企业 保住就业 保住就业人口 就是保证这些居民 家庭的这个收入 不要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那么这次开的这个会议也是的 就是它针对的是中小企业 但是我们说 对中小企业扶持的时候 有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给它减税 对吧 也可以给它减房租 也可以给它提高这种各种办事的效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从这个需求端 解决中小企业 没有订单 没有客户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跟大家分析的 拉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 拉动投资上面 这件事情上面 国家政策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政策 陆陆续续推出来 那像今天发出来的 这个新闻通稿里面 就说要在这种发挥消费需求的这个重要作用上面 要继续努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后续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政策 给到这方面的一个利好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消息的解读 其实就是我们前两天的时候 应该是两天还是三天之前 我们新闻解读当中谈到了 就是从国家非常高级别的这个领导 都要出来参加一些 包括像中国品牌日啊 包括像一些直播带货电商啊 就类似这样的活动都要去参加 这个是比较反常的 所以所有这些脉络上面指的都是一个方向 就是帮助企业恢复消费端的这个需求 所以今天大家也看到了 尽管说A股市场总体的这个大盘 受到海外受到美国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么向上的这个压力是有的 但是我们说你去看这个消费端的 整个这个板块的涨幅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涨的都还不错 如果你要去看整个2020年 从开年到现在为止 已经四个多月的时间 你去看这个整个消费指数 就是消费的指数的ETF的一些基金的时候 整个的涨幅也都是在10%左右 就这个是远远跑过这个大盘的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时候 在解读新闻的时候 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 就是你沿着这个大的脉络 或者是沿着这个大的政策导向上面 去做布局的时候 其实会增加相当大的这个胜率和这个方向感 这个不是说每天你都会赢 没有人可以每天都赢 但是你站在大方向上的话 你这个胜率和赢面要更大一点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个例行的一个新闻的一个解读 除了这个之外 海外的新闻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 但是我觉得海外的这个新闻 我们故意把它放在了第二条来说 原因就是这个新闻其实听上去都是新的 实际上都是旧的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想问的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 美国这个方面 就是美国总统给这个美国的央行 美联储施压说要不要搞搞负利率 负利率 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你搞一个负利率 这个要干什么 这个到底对整个的投资市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简单先说一下结论吧 就是虽然这种负利率对于美联储是非常艰难去迈出的一步 但是它也有着相当大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不是我们完全站在离美国这个几万里以外 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完全按照书面上去推测 而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已经给出了相当的信号 是认为说市场都相信你这个负利率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就实实在在会对整个的投资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当你搞负利率的时候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受益品种就是黄金这个品种 原因就是黄金我们之前一直说 它是一个不产生利息的一个投资产品 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非常鸡肋 但是当你是负利率的时候 还会认为很多这种鸡肋的投资品是真正的鸡肋吗 可能它慢慢就开始发光 就开始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 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向 美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搞负利率啊 我们这个事情如果你用跟踪这个投资市场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要把预期和实际事实的发生两件事要区别出来 美联储我们都知道说美联储一直对外的这个形象是 它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独立性就是我不听命于美国总统的这个命令的 而是它保持了对市场的一个独立的判断 在美国的历史上 其实美联储主席 但凡是说保持一定独立性的这个美联储主席 往往他这个退休了之后享受到的这种业界 还有这种整个的个人的声誉是会更好的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铁腕的美联储主席 其实后来这个传记上对他的个人评价都非常的高 我们说这个是他们的 作为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追求 就是追求这种独立性 在很多的时候 你比如说美国的总统 你去美联储这个办公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美联储的主席去白宫 去解释很多工作上面的时候 这个其实都比较敏感 原因就是大家认为说我们是独立的 为什么你要跑到我的办公的这个地方来对我施压 所以像它的独立性都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些细节上面来 但是我们说这些只是细节 真正意义上大家很多人是会去统计的 就是美联储主席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之间互相的配合 往往在这种大选之年 就是真正要涉及到要选新一任总统大选之年 特别是这种第一届当完了之后 第二届要连续去连任的时候 这个美联储主席是很难保持这种独立性的 这个是有数据分析的 这个不是说大家表面上 我认为我可以保持独立性 我就可以保持 这个之间是有相互非常大的这种牵扯关系的 大家回忆这一届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其实他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 就一直在口头抵抗川普对他的施压 但是我们看到一进入到2020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他降息的速度是超出整个市场预期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家都认为说他是向这个政府层面低头了 而事实上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现在很难说美联储主席最后会不会 就是美联储最后会不会做出一个决策 说去搞负利率 现在整个市场上是认为他是有这种希望的 而且我们说市场上一旦产生这种预期的时候 他对整个的投资市场是产生支撑的 就是我们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 他只要在人们脑海当中有发生的概率 就已经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个是美联储在做市场调控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高明的手段 就是他在影响预期 就是美联储有一种政策手段叫做引导预期 预期的控制 就是我可以不实际上的去做降息或者是负利率 但是只要我透露出了一定的风声 让这个市场当中认为我会这样做 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所以我们说现在好多时候在盯着这个负利率的时候 大家也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真到了美国的美联储宣布负利率的那一天 也有可能会利好出境 这个就是市场当中非常吊诡 非常投资市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预期往往产生的影响 大家会低估 实际上的利好往往有可能会剧情反转 这个大家可以在以后的这种新闻里面去验证一下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新闻 比如说美国的政府要求美国的退休基金 不要投中国相关的股票 那么这个比较的意外 它释放出来的信号很不好 就觉得这种两个国家的对抗 现在已经到了干涉某一个这种基金投资的具体方向 这么细节的一个事情 这个单纯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并不大 原因就是我们看这支退休基金 它其实就是给一些这种美国的政府的雇员 那美国这个白宫的官员还有军人 提供一些退休福利的一个一笔投资 那么真正牵扯到说 投中国的股票可能涉及到的金额 你算来算去也就是四五十亿美元 这个你跟中国整个的投资市场的体量 还有国外的资金进入到中国股票市场的 这个资金比例来说的话 占比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个地方唯一让大家说 认为它值得放在新闻上面 大肆去报道的原因 是因为它透露出来的信号 表现说这两边的对抗现在非常的激烈 真正对于整个的投资市场来说 单独这个新闻影响并不大 原因是什么 就是决定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力度有多大 或者是这个外资究竟是进来还是出去 真正的这个主导因素在于说 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赚钱效应 这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起稳到说 它可以有相当大幅度的一个增长 以至于说你的投资市场当中 有很好的一个回报 如果在相对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 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的话 那么这些资金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千方百计翻山越岭 到你这个投资市场来投资 而不会说是因为某一些政策噪音 或者是某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考虑 然后这些资金就能够安安稳稳地 带打他自己的国家 这个是很难的 现在全球的这种投资市场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他们在寻找哪怕只有0.1%的超额收益 那么这些资金都会不惜翻山越岭地 跑到这个地方 所以真正我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关注点是在于说 国内的小额ors 这些资金都会不易翻山越岭的 这些资金都会不会翻山越岭地 你们这样会不会翻山越岭地 你会把这个资金都会跟岭地